阿娇请说 这世人皆说 男更女之 也就是说 男主外 女主内 这男人的力气 怎么着 也应该比女人大吧 所以今天我想跟许郎 比比万里 也想看看 我这未来夫君 到底能否为我 顶起一片天 阿娇 你打小说 是送进镖局练武的 我都打不过你 他依下书上 你别难为他呀 是啊 那我就让他一只手 若是许郎 两只手腕 搬赢了我一只 那这关 便送他过 这是丫头放狠话呢 许邦爷 千万不能让他看清了你 是啊 许邦爷 这可不能怂啊 笨他 对对对 不合适 不合适 阿乔 合适 怎么说 我也是个男子 我们还是 各出一只手比较好 你确定 古人云 流水不服 互书不渡 秦家 虽只是一件书生 不擅长 武强弄邦 但平时 多多少少 还是会锻炼些身体的 诸位放心 秦家自有分寸 我们还是尊重一下阿乔的意见吧 我们还是尊重一下阿乔的意见吧 一 二 三 开始 用力呀 用力呀 阿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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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力呀 对呀 用力呀 用力呀 魅力 魅力 虽说夫为天妻为地 可那都是老话了 阿娇丫头 巾帼不让须眉 她夫妻二人一个闻一个舞 彼此调和 甚是般配啊 对对对 甚是相配 甚甚是相配啊 就像我 我便打不过我媳妇 给我闭嘴 这力气打不过也就算了 可若是人品有问题呢 虎叔 阿娇 人品 人品怎么能有问题呢 大家都知道 这七年前 许郎君 孤苦伶仃 投奔我胡家 我父兄二人忠厚仁义 拿出积蓄 供他读书赴京赶考 可他刚到京城一年 便音信全无 还说是 穷得连信都记不出 如今突然回来 要与我成婚 又说是为了报恩 可怜我家人良善 竟不知他这一年在外 已养有外事 好巧你怕是听了谗言 我不曾与其他女子 有任何瓜葛 你少在这儿装枪做事 若是你真问心无愧 这只银簪是何人猪 今日我寻他多事 竟是被你拿去了 卿家 你为何有女子之物啊 阿娇 好 爹 把簪子给我 你给不给 爹 你呀 这是卿家王母遗物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你呀 阿夫 把轿关键柴房 直到成婚之日为止 嫂子我知道是你啊 是我 你来干什么 你还没吃东西吧 这个给你 你怎么知道 我喜欢吃醉里甜啊 我就是知道 那个 那个 你先说吧 有什么 啊 甄子的事 是我不对 对不起 没关系 只要甄子没丢就好 反正那也是我母亲 留给未来儿媳妇的 放在你那儿 倒也没错 你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有的话 我这儿不缺送饭的 等一下 我其实就是想知道 你为何如此抗拒这门婚事啊 我虽然不是什么封疆大吏 豪门贵胄 但我也有功名在身 有官职可糊口 自闻相貌人品 也都不逊于他人 那你又为何非要坚持这门婚事啊 婚姻大事本就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这有何奇怪啊 是 没错 他们是满意了 可是我不满意 我看你也不怎么满意 本来这成亲 就是你我两个人的事 何必让别人来指指点点 再说了 他们开心 我们难过 这事就算对了 世人不都是这么过日子的吗 这哪是过呀 这就是熬嘛 我倒是觉得 如今这世的 女人还是有几分选择余地的 那有些人 她愿意认其父兄 认其夫君摆布 可有的人 她改嫁了三次 才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 我宁愿选择向后者这么去活 最起码要先让我喜欢 我才能谈成亲 谈这过日子的事啊 你的这些想法 都是从哪来的呀 我娘 我小的时候 我娘就常跟我说 唐朝高阳公主的故事 她不爱贵族 爱和尚 敢爱敢恨 不枉此生 当初我娘 非想嫁给我那穷书生的爹 她两次跳河 以此相逼 才能摆脱 被许给那臭财主的命运 最后 如愿嫁给了我爹 虽然 我娘 在我很小的时候病逝了 但是 她去世之前 经常跟我说 她 还好嫁给了我爹 这辈子虽然短 但是也值了 我也想这辈子过得值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这么憋屈 和不喜欢的人过一辈子 就算我求你了 我不想去跳河 这么冷的天 水那么凉 我又不安水性 这么一说 倒是有几番道理啊 不过我 好像还可以纳窃吧 你说什么呢 我跟你开个玩笑 许清佳 你给我走 现在就走 你给我走 我不是让你走了吗 让谁走啊 嫂子 我说弄话呢 来 吃点饭 亲家来过啦 这读书人啊 心就是心 嫂嫂怎么知道她来过 我昨儿看她买了罪礼填回来 我说呀 这亲家还是个有心人 你就别耍小孩子脾气了 不是 嫂嫂 我绝不可能和她成亲的 如果嫂嫂是来做说客的 那这饭我不能吃 阿娇 你觉得事到如今 说不说服你还重要吗 我刚来的时候 听到你哥和爹商量 五天之后 叫成婚 这婚事啊 已经板上钉钉了 不是 她们怎么能这么对我呀 别的事她们都可以由着你 依着你 唯独这婚事不一样 不是 嫂子 我真不想跳河 不是 不是 我真不能成亲 因为 因为我有心上人了 心上人 什么心上人 就是那标局的阿牛哥 阿牛 她 她不太合适吧 何事啊 嫂子 你看 我真的不能再被关在这儿了 我爹和我哥肯定五花大绑地给我绑上花椒 阿牛哥 她明天就送彪回来了 我一定要去见她一面 阿娇啊 这嫂子是过来人 都明白 像阿牛这样 身手不凡的鹦鹉少年 这年轻时啊 确实有好多女孩子喜欢 但是啊 咱们要从长远来看 这读书人的天地啊 更为广阔 阿娇 阿娇 这许卿家的好啊 你慢慢就能体会到了 我 嫂嫂 嫂嫂 你就让我去见她一面吧 嫂嫂 你 你什么时候站在这儿了 有一会儿了 牙都刷完了 你背着这么大一个行李 是不打算回来了 要你管 坏了 我爹肯定是去柴房看我的 小心 我去应付吧 放心吧 师伯 早上好 世之 早啊 师伯 我听说您一直想让我去您的房间 看看您的莫保 不知现在可否有时间啊 有啊 走 随我来 这是场美出啊 我 我去柴房 把阿娇放出来 哎呀 胡师伯 阿娇她 不在柴房 这个臭丫头 她自己跑了 啊 是这样 我让她去集市上 帮我买了些点心果子 现在多半还在集市上 我去接她回来 啊 啊 我 啊 来 你来啦 进去喝茶 走 你们都收拾收拾 那小六赶紧过来倒茶来 最近又涨高了啊 是啊 涨了不少呢 安牛哥 你下一趟飙什么时候走啊 半个月后啊 原来阿九喜欢这样的呀 你不是知道的吗 怎么了你 安牛哥 我今儿来 其实想跟你说 恭喜恭喜 谁说我知道 都知道 恭喜什么呀 当然是恭喜你 嫁了个榜眼狼啊 以后你就是关夫人了 谁说我嫁人了 我自己还没决定呢 阿九 你就别瞒我们了 你拿刀砍自己相公的事 咱们半路都已经听说了 不愧是咱们云来镇的烟之火 够凶残 不是 他不是我相公 对 那不是他相公 这相公啊 是咱们平民老百姓教的 榜眼狼以后是要当官的呀 那当官的得叫官人 对不对 对对对 大哥说得对 是得叫官人 还是大哥有学乱 那是自然 不然的话 怎么做你们大哥呀 那个 那个 阿九啊 这以后要为人妻为人母了 可不能再像假小子一样 整天的武刀弄枪 喊打喊杀的 明白吗 明白吗 对对对 不是 阿牛哥 我今天来 我想跟你说清楚 我 对 你就别说了 你们一个要成亲 两个也要成亲 以后这练武场啊 就冷冷清清 剩咱们几个光棍了 谁还要成亲 你不知道啊 我们大哥也有成亲啊 对啊 我 我 我阿牛哥 要成亲了 我这正准备跟你说呢 我呀 找了一位 贤良淑德的好姑娘 嗯 阿牛哥 嫂子好 嫂子好 嫂子 你怎么变瘦了这 讨厌 就自从陪你练了那个 迎风一刀斩 我这头发就没长长过 本来以为 我这形象就没有姑娘能看上了 直到 我遇上了 咱们家的花花 阿牛哥 人家就喜欢你这种精神的发型 是吗 阿牛哥 人家饿了 饿了呀 那我带你去吃香的喝辣的啊 那个六七八 照顾好 阿娇 阿牛哥 人家不想吃辣的 人家想吃兔兔 哦 兔兔啊 好 那我就带你去吃兔兔啊 你要干嘛 我 我鸽袍断叶 阿娇 几位好 在下就是许清家 这位就是阿娇的官人 这柔柔弱弱的小身板 这也不抗揍啊 小七 你最近是不是没剃头 阿娇是这样 师伯已经发现你出了柴房了 咱们需得快点回去 要回去也行 要回去也行 他们三个你也看见了 随便挑一个 打得过 我就跟你走 阿娇 是这样 清家呢 是个文人 不擅长武枪弄棒 也不喜欢成匹夫之勇 更何况 这身衣服 不方便运动 而且是我歇喜的 这 这万一弄脏了 回去好生麻烦呢 几位好汉 要不这样 咱们改日 改日咱们再好好交流 义务会啊 门外等你啊 阿娇 阿娇 阿 阿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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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如此 那咱下酒 恳请三位 咱商量商量 今天就先到这 你们也都辛苦了 不辛苦 但记住啊 从今往后 少举铁多读书 好好好 书中自有颜如玉 书中自有黄泉 是是是 去吧 慢走啊 慢走啊 慢走 关神 慢走啊 慢点啊 走走走 阿娇 阿娇 你这儿啊 怎么哪儿哪儿都有你啊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 不是 我是来寻你回家的 寻我回家 你凭什么管我 我知道 你偷偷放我出来 就是因为你知道阿妞哥要成婚 所以来看我笑话的是吧 卑鄙 吴迟 我今天就要为民除害我 阿娇 阿娇 小心点 我是这样的 我当时放你出去 是想看看 你真正喜欢的男人长什么样子 我没想到这是一出闹剧 我也不想这样 这都是误会 徐公子来了 快请坐吧 坐什么坐啊 坐吧 正好有件事有闻 还喝呀 我自己来吧 你赶紧去休息 少喝点啊 说 标局的那些人 你是怎么搞定的 原来是这事啊 其实也挺简单的 我就是向他们 亮明了我的真实身份 真实身份 难道你还能是什么 绝世高手不成 不是 比那些还厉害 我是个当官的 是这样 他们这些标局的人 走南闯北 说不定哪一天 就会走到我围观的地界 所以 他们没必要跟我 过意不去吧 道理是这个道理 可是听着怎么能变呢 我此番前来求亲 一是为了完成 傅明信守诺言 二来 我是想为胡家 解决一些困难 可现如今 发生了如此多的变故 看来我们这婚 不成是不行了 就你手无腹肌之力的样子 能解决什么难题 难道是有人拿刀架在你脖子上 逼着你娶我 我爹还是我哥 你先干了这杯酒 再好好说 喝呀 你什么意思啊 对不起阿娇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从来没有喝过这么烈的酒 我帮你擦一擦 坐下 这已经是掺了水的黑心酒了 你以前喝的那是什么呀 水掺酒吗 干了 要是再露一顶 我就 说吧 到底是什么变故 让你非娶我不可 你非娶我不可 此事要从当初在汴京殿势之后说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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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先读书时便觉得你见识不凡 前日殿试 你的测问着实令在下叹服 来日发榜 相信你必高中三甲之列 这里你就先行恭喜了 不敢当 汤兄的测问也是极好的 二位公子 我家主人有意邀请二位公子一同品茶 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来来来 二位公子请坐 这毒月乐不如重月乐 这是新宅下的蒙顶茶 二位尝尝 此味鲜爽未有回根 这茶不愧被称之为仙茶 还不知先生名愧 在下唐 即使萍水相逢 又何必非要知晓姓甚名谁 名字是约束 当个陌生人一起喝喝茶聊聊天 岂不更加自在 说得好 相逢何必曾相识 老先生 您的话深得我信 方才二位公子 方才二位公子所言 老夫也听到一二 你既然长于测问 可否能回答我一个问题 先生请讲 你是如何看待独断专权 若是有为臣者得官家信赖 却偶有独断专刑 是否当立即打压削弱之啊 不可一概而论 禁武平武以独断而渴 福间伐箭以独断而亡 齐桓公专任管仲而成罢 燕王快专任子之而败亡 独断之行可有 但要看何人独断何时独断 好啊 不错啊 但凭你这番话 确实有三甲之才啊 不知先生有何指教 汴京城风物与江南不同 公子不妨多逗留几日 四处走走交交朋友 也可和我这般老家伙 闲戌几番啊 老夫家中尚有一女 年龄与公子相仿 平时偏爱诗词 或许也可相谈一二啊 晚辈自幼便是由家乡的师伯带大的 方能读书实力 此番发宝若侥幸可以略有所成 只想早些回去 以告慰他老人家的苦险 老夫拙见 若是公子日后 有意留在汴京城 当早做打算 若是能在京城再打下一些根基 那是再好不过了 先生教诲晚辈铭记于仙 只是 这抚养我的胡世伯 与我许家是世交 所以家父一走 便为我和胡家小姐定下了婚约 如今家父亡顾 我在外读书又耽搁了多年 所以不管这次发榜的结果如何 我都想回去 以完成家父的遗愿 能让公子念念不忘 想拿胡家小姐定是不凡之人 日后有缘再与二位公子相聚 告辞 许兄啊 许兄 你知不知道你错过多好的一个机遇啊 我知道他是谁 他是当朝丞相假称 我也知道 今日的邂逅 并非偶然 是汤兄你有意带我来的